哄咙都应该长钱了 结果到了医家医院 医院真是让我绝对不会再去一次 那医院我就不好抱你这样一次 我今天得罪很多了 我就简称长叉医院 长叉医院 这样我们就到这边就可以了 自己各位脑补那个后面是什么字 好吗 OK 不能快到问了 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念仪馆知道 其实长叉医院一直是一个追求效率的 而且都看病的人有这么多 他可能不能让你续号我来聊天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可能有这种经验 就很有可能 你才刚进来才在到你之前 他首先要叫号码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说有 否则呢他就有那种 下一位下一位 哇一过号就等好久 你知道吗 结果他就说 61号 61号 然后我照片 61号 63 就跳过去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给他看那个健管卡 那些什么什么的 他说下次快一点 就不能讲话 我就没有通理心 你知道吗 那接下来呢 这个我在外面 准备诊 一进去的时候呢 里面还有里面的病人 他叫我直接进去了 那我就不是听到前面的发生什么事吗 就很尴尬啊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前面的病人还在问他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问我说你怎么了 就这样 可以这样子的吗 然后后来还好 他还是一个一个看我 看着 为什么 因为我讲话他完全听不懂 他等一下再说就这样 好 这个解决完之后 他就坐下来了 然后这次很妙 我以为他会好好问诊 没有哦 他说我说多久了 我就 好我知道了 这样都知道了 我到底说什么 然后他就来 去到那边 然后呢 接下来就跟惠人交代了一声 然后他准备了一个 那我准备了 那我准备了 然后呢 惠人就知道了 我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到外面做 坐在那边呢 他就开始下一个病人 我就没有受到重视的感觉 那等的时候发现 我也不能干嘛嘛 对不对 那想要试图的跟那个惠人 互动 没来一点去的 那我们一开始呢 做一件动作了 他就拿一根 像那个 长长的像枪的东西 好 然后在那边 我那个枪头 就这样 然后呢 接下来我喊 诶 那个东西 跟我有关吗 然后呢 他就拿一个东西 喷了两下 各位猜猜看是什么 麻醉 麻醉对不对 你们好厉害 我是等到麻了才知道 这是麻醉 莫为奇葩 他就嘴巴大概就往嘴巴里面 喷东西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点羞辱 被羞辱的感觉 他就一边弄他的那根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根子有关系 因为他就自己在保养一个枪支的概念 然后晚一刻呢 他就看我的眼神说 麻了吗 我才说 是麻药吗 那我就还没有麻吗 因为他一下下 我说没有 他说没关系啦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干嘛要麻咧 刚才是什么样的配种程序吗 对不对 没关系 反正一下子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他就叫医生了 然后医生说 准备好了吗 就是刚刚那句话 然后那个枪就在医生手上 接下来就准备要往我这边冲过来了 他说 然后嘴巴张开 我就很自然 吐 吐 吐 那一根就这样插进去了 那句话会痛啊 插到这边拿着要拍嘛 那还没拍到之后我就 我就吐出来了 这一吐以后 医生跟我互动已经很少了 可是我清楚知道 他应该在不爽 因为他有一个很明确的飞远讯息 嗨 我们客家人 都是用这种方法沟通的 我就知道他不爽了 知道吗 他只告诉我这句话 再一次哦 没有任何其他的话了吗 然后这样 手要张开 这次我就没有办法张抬看 如果会怕 对不对 不要乱动 手要张开 这样会更痛 不要乱动 可能要做还没有到这边 到烟这边以后 吐更多 在吐更多以后 医生看着我 吼 就是我爸在骂我 你知道吗 然后我这种客气就是 背叛就 吼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吗 我就好害怕 然后到时候 呼吸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医生又说 另外一种美食 过来 那次转过来 他自己换一个方法了 要上滑药了吗 我就嘴巴张开 嘴巴闭起来 不要 鼻孔撑开 鼻孔 就是我整个焦虑感就上来 你知道吗 各位你要知道 男生最要人的距离 不是你和你的家人 青龙发相见 而是鼻孔到深耐的距离 好不舒服 你知道吗 如果你能快踩子 到这边 我是要到这里 然后呢 在动作的时候 他还跟你讲说 我跟你说 待会你会觉得有点痒 你会想打喷嚏 你一定要撑住 这怎么能够控制呢 而且他讲不重 我一定控制不了的 OK 然后他跟他说 而且你不能喷出来 不能喷出来 这样要重擦 一直坐坐坐坐 然后就问故事 有没有有没有 不是按这个扭门 就是准备拍照这样子 还没有还没有 来你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好想打喷嚏 你知道吗 其实不会都很痒 然后他看我快受不了 然后说讲一句 我就忍住了 你不要喷出来 喷出来 那你要陪 你陪客家人 一定要吼着 怎么能够陪着 我跟他讲 好痛苦 不能打喷嚏感觉超痛苦 你知道吗 就一直走走走 好远好远 最后终于拍到了 到最后呢 这条路很远 回去到很快 他好省时间 他拔之前 他就看了故事说 准备一下 那我不知道准备什么 就会很感动啊 然后故事就拿 几张卫生纸拿在手上 最后我就火了 开什么玩笑 只是痒而已 你拿卫生纸 什么意思 然后我会哭吗 他当他只汗 哇 就拔出来 就一把眼泪就啪 就喷出来了 眼泪跟他用飘的你知道吗 然后护士只熟练 卫生纸掉到手上 自己擦干净 我有被再度侮辱的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 好痛苦 好不舒服 然后医生我一辈子记得 他那时候看了照片 他这个时候 恭喜啊 他现在用恭喜啊 真的好糟糕的感觉 那我说 他说 张姐 然后 两颗 两颗 还碰在一起了 这么晚才来 开刀 然后开刀 就好我刚才排开刀 那我打死不会去 那个场跟 啊 啊 对对 这时候就有场跟 怎么样 反正烦死人 就这样 就虎就才不会去那边开刀 因为我就觉得 这感觉太不舒服了 可是再拖下去很麻烦 你必须还是要跟着 我就到我们 这个是今天那边 那个时候慈禧刚开 先不论慈禧 一说 我这边都是新开的 已经很多去支援 可是我去到那边 哇 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受 我完全被照顾到 很厌烦的感觉 因为到场跟 没有人照顾我 可是去那边 慈禧什么不多 志工暴斗 那时候志工暴斗 你知道吗 神出鬼没 到处都有那种 师兄师姐 然后呢 应该想说 总是不能再拖啊 一个礼拜五小时 到慈禧做检查 对不对 他讲说 他每天都在讲很可怕 结果他还准备去暴斗 他一进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师兄拍摆 阿弥陀佛 这个 请问一下 大师 你不方便说话 没有关系 那边给人挂号 就这样 谢谢 然后到一个地方 是哪一边 你才一丢头 又有飘过来 阿弥陀佛 找不到吗 你要挂号吗 点头摇头就好 那边 就这样 我就到挂号机 然后呢 第一次拿个健保卡 要插的时候 不知道这样插对不对 哇 一个师姐浮上来 阿弥陀佛 来我来帮你 什么时候出现的 一直被照顾 你知道吗 那我还抓不抓 你这都别好可怕 对不对 因为你喉咙 怎么知道 帮我按 然后接下来 就那边 那边上二楼 就这样 那边守抚梯 往那边走就好了 那你一定知道守抚梯在哪里 因为那边有人 我一直找你过去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 人力是非常充沛的 尤其到叫号的时候 那也不是说 61号 63号 我这边等半天 叫我名字 我一定要回应 61号 真也好大德 真也好大德 你听 你没大德 所以我还不大了解 这什么意思 看大德 看你没大德 就觉得很尊重的感觉 知道吗 然后里面附队说 真也好大德请坐 你没大德 我大德 我大德 好像很有道德的感觉 就坐下来 温柔的互动就不说了 然后耐心的讲 而且不然我说不出来 他就要无比的疼忍之类的 到最后他说 那虽然是之前那家医院 有做的检查 可是来我这边还要走 中间做检查 我说 放心 这个 我们这个 会慢慢来 真的吗 你结果一坐在椅子上以后 好吧 首先他先说人话 待会有一根 会擦到你的喉咙 那你的胃有些不舒服 放着我先上麻药 就这样子 中间的董 所以安心得多 然后麻药他却免得麻了以后 然后他才会把灯根放进来 可是一样一出到国还是会吐 哇 还算有不舒服怎么办 而且尤其是第二次的时候 头要抬的时候 我就 我真的抬不了头 我觉得好紧张 慈禧医院那次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旁边的那个会员就很温柔说 沒關係 抬头 你看那是什么 逗小朋友吗 但是我竟然上钩了 我说 全王一抬头看 那边有一个吊起来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加肥猫 在那边转转转 你知道吗 然后这样 那个就踏进来了 不真实故事哦 因为呢 前几天我后来我去救个回诊的时候呢 那个加肥猫还在 直变比较脏 你知道吗